Oklund市工会谈判僵局 3,000名工人集体罢工 今日上午 Oklund市大概有3,000名工人集体罢工 造成多个政府部门无法运作 而主要的原因是参与罢工的两个工会 SEIU本地2021工会 以及IFPTE本地21工会 提出了新的合约 但在Oklund市拒约了他们的提议 自从工会的合约 在今年7月过期之后 Oklund市政府曾同意给出 第一年加薪4% 第二年可能再加2%的续约条件 但工会就反驳 这个帐幅不够应付湾区高盘的物价 并且抗议市府 聘用兼职劳工多过全职员工来自省开支 而Oklund市市长Lee Bishop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Oklund市不能提供超出其负担能力之外的薪资 并且不可以以牺牲服务为代价来加薪 SEIU1021工会首席谈判代表Rob Siskar表示 只要市府同意给工人第一年4%的加薪 继续另外两年的协议谈判 并且由前三万市市长Willie Brown担任调假员 该工会与其他工会就愿意推迟罢工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Oklund市政府的拒绝 因此今天罢工表示抗议 天下卫视记者 李健感报道